今年6月1日起,Apple Watch仍可接收Messenger讯息,但无法在手表上回复。 近日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贴文附上一张通知的截图,告知部分Apple Watch使用者。 Facebook Messenger将在2023年5月31日后不再提供Apple Watch应用程式,但使用者仍可在手表上收到Messenger通知。 Messenger Apple Watch应用,虽然并非所有使用者都收到了通知,但当ReviewGIG网站询问Meta公司时,一名发言人发表了以下声明。 人们仍可在Apple Watch配对时收到Messenger通知,但从5月底开始,他们将无法再从手表上回复。 但他们仍可在iPhone、桌面和网页上继续使用Messenger。 Apple Watch仍可接收Messenger讯息,但无法回复。 Meta没有给出停用Apple Watch。 Messenger应用程式的原因。 该应用程式于2015年推出,允许使用者发送语音讯息、点赞、贴图等,而不必打开相应的智慧型手机应用程式。 一些Facebook上的使用者表示,这可能是因为让使用者在手腕上回复讯息降低了在智慧型手机上使用Messenger的荧幕时间。 Apple Watch重心转向健康追踪。 但该应用程式加入了其他许多第三方服务的行列。 这些服务在过去几年中已停用了WatchOS开发,可能是因为被视为多余或缺乏使用者使用率。 其他已停用的知名Apple Watch应用程式包括Twitter、Instagram、Target、Trailer、Slack、Hulu和Wear。 随着时间的推移,苹果公司逐渐转向将Apple Watch宣传为健身和健康功能的主要功能,而非应用程式的主要功能。 最近的传闻表明,苹果公司打算在其WatchOS时的重新设计中大力推广互动小工具,解释为证明专门的应用程式并不够受欢迎。 3. 仅在��期所 3. 仅在带好 3. 仅在≢ 3. 仅在A крив院试 nad tele管制造 4. 仅在一样 2. 仅在 RelaxUs 4. 妠施 3. championship 3. 仅在